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设 2014年夏天,一位姐姐看到那位小个子男生在中国好声音上演唱欢言 她的好声音不仅是震惊了在场的四位导师,也经验了这位电视机前的姐姐 心想,这世间竟然会有如此美妙动听的声音 于是她把这位小土豆推荐给了高老师 高老师看了过后,拍案叫绝 这种声音不能来唱上我的歌,那不是亏了吗 巧合的是,她选择了自己的好朋友娜姐作为导师 通过娜姐的引荐认识了她,一段美好的故事源起于此 这个小个子男生就是周深,而这位姐姐呢就叫做影约 2017年的11月6号,周深的个人手上专辑《伸着身》全谍上线 专辑《伸着身》由高晓松老师任监制及部分歌曲的词曲作 影约姐姐是担任制片人和词作 潜雷大哥任曲作 专辑的《鹿混》及《母带》制作则是由中美两国优秀团队共同打造的 封面和插画均由插画大师LOST7绘制 共收录到十首歌曲,这十首歌曲当中《玫瑰和小鹿》、浅浅、蓝色降落伞 《你》、大鱼这五首提前上线的歌曲被收录到专辑当中 《哥哥》、《迎刃》、《风景》、《白墙》、《一旅执念》等五首歌曲也在2017年11月6号同一天上线 周深的每一首歌都是她的孩子 这窝石胞胎的诞生是周深音乐道路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这张专辑中除了《风景》由高晓松老师作词之外 其他九首歌的词全是影约姐姐写的 影约还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 首次担当到专辑制作人的影约姐姐在《深的深》专辑尽情挥洒自己的才气 不遗余力的帮助周深 我们挑一首《大太子大鱼》说说吧 当时周深跟《国曼电影带予海棠》的导演梁玄认识 就问周深有没有认识写歌的人 周深就只认识强蕾和影约老师就把他们推荐给了梁玄 他们俩就写了《大鱼》这首歌 本来这首歌是打算让一些歌坛有名的前辈去唱的 最后就没有谈成 当时周深正在美国出差还感冒了 梁玄就把歌给了周深让他帮忙录一个样片 然后周深就拿着手机录了一个样片发了过去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就说 我们决定想找你来唱《大鱼》 这是这样一个妙不可言的缘分 周深结识了改变自己一生的《大鱼》 而在录制《大鱼》的时候 影约姐姐拿着笔坐在周深的旁边 一遍又一遍的指导周深 我为什么这句词要这么写 怎么样他能够唱出力道来 梁姐弟苏是坐在微弱的灯光之下 一张桌子一支笔一支稿子 时而轻轻点头 时而若如所思 时而相视而笑 其他九个宝宝就不一夜介绍了 详细周深深的深专辑三周年纪念日 十首歌倾诉十个故事 周深深的深专辑三周年纪念日 十首歌倾诉十个故事 周深的另外一座里程碑 歌手当打之年 20201月1号 湖南卫视大型音乐竞技综艺节目 歌手当打之年 预告了一位 话老梗多爱回复微博评论 和模仿能力超绝 还能够用六国语言 给您半年的歌手加盟 很多人掰掰手指就算出了 他就是周深 歌手这个舞台 对周深音乐生涯的意义 可谓是影响深远 周深的歌声在这个舞台之上 被更把广大的观众所听到了 百变音乐精灵 周深在这个舞台被更多人看到 虽然名次不太理想 但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一年来周深的音乐事业 走上了快车道 跟歌手当打之年 其实有着很大的关系 颖约姐姐在这个比赛 扛起了人生指导的重任 如约的太子大鱼首发 其冲当牌面 让第一个里程碑 接上了第二个里程碑 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周深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离不开颖约在音乐上的细心照顾了 整个编曲团队松了一口气 在第二期录制院的一心人的时候 一切都是那么像录大鱼的时候 颖约给周深发了五条六十秒的语音 一句一句的解释 这个词为什么要这样写 给他分析剧情里的感情线 仿佛是时光穿梭到了 周深在国外出台录制《大鱼呆默》的时候 在正式录制的时候 音乐姐姐顶着时差 不断地跟周深重复说 你别担心啊 如果你怕唱不好的话 随时可以视频我的 也可以远程尽唱哦 别害怕 你可以的 每一次周深都害怕让他失望 可是当听到音乐姐姐的鼓励 你可以的时候 周深又信心十足了 精力充沛了 录制《Monster》的时候 幕后监制的音乐是 《弹精节律》的研究编曲和唱腔 以当年高考149分的音译状元 留学多年的功力 抓英文的咬字和发音 促成了这一期的大招 看似是精心准备 实则是燃眉换曲的 《达拉崩八倍后》 临时换曲 版权获取分是五角 严格来讲是七角 还有歌曲《莫尾的妈妈和婴儿》嘛 突然加舞 难度可想而知了 也是音乐及其工作团队们 顶着巨大的压力和心情付出的成果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心情付出 才会有冠军单曲的诞生 影院姐姐指导的五种声音 真的是听罪了大票的观众 而神仙作品 《自己暗门灵》 《自己听的词作者》 也是影院何高晓松 这首成绩十年的作品 突然论事 被周深演绎到了后无来者的地步 想翻唱那种味道 那绝大多数的歌手 都是望尘而莫及的 一句为你将傲 回应所有的无以为报 影院是周深人生中 遇到的最重要的贵人之一 是从周深出道以来 就一直扶着他成长了姐姐 作为生命 我们也很幸运周深选择了音乐 并且受到这么多贵人的扶持 才诞生出这么多好听的音乐 周深从当初的害怕 到现在的没那么害怕 从文字上看 这是一点点小的转变 可能就只有他和周深 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点的变化 究竟有多难了 从一开始知道 要去歌手道一起激动 然后再后来帮周深想歌 帮他想每首歌的编曲风格 到帮他研究每首歌要怎么唱 从他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 一直到帮他盯着每个细节 就算是生病过敏 开车去医院也要第一时间停在路边听编曲 明明有着时差却告诉他 我觉得跨时区特别好 24小时都有人回复 太多太多的细节写都写不完 周深经常问他 你为什么这样不求回报的对我好呢 音乐给周深的回复永远都是 为你骄傲 一句为你骄傲 变成了能够解决一切的答案 也是这一句为你骄傲 一直激励着周深 不能够让音乐姐姐失望 不能够让生命们失望 要继续努力成为所有爱自己的人们的骄傲 周深开演唱会 他不辞辛劳飘洋过海的从洛杉矶飞行12个小时到北京 再辗转4个小时高铁到武汉现场 因为他是他的骄傲 到格兰美 他也要带着周深去近距离的观看现场 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在格兰美的舞台之上 唱响我们国家的歌 一起加油 就是这样一个有气质 有内涵 有才华 还有很漂亮的知性大姐姐 一直呵护着弟弟周深的成长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